睡觉比赛第一名可以获得超级大奖 Come on the way 很好 没有人醒来 噢 怕醒了 我差一点就说出了ABC了 这点难度对我贝儿来说 简直就是小意思 看来我得想个好办法 别 好热啊 这是在哪里啊 老师这是要做什么 怎么感觉不太妙 好想睁开眼睛看看 怎么这么自演 不好了同学们 我们现在在沙漠里 蚂蚁爬上你们的床了 什么蚂蚁 蚂蚁在哪里 蚂蚁在哪里 不要咬我 贝儿你睁眼了 贝儿比赛失败 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我只能自然倒霉了 好险啊 我最害怕蚂蚁了 还好没有睁开眼睛 还有三个人 比赛继续 变 这里全都是好吃的 我就不信你们能忍得住 好香 好香 这里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干饱的味道 还有炸鸡 奶油蛋糕 不行了 我好饿 好香啊 我也好饿 我早上就没吃饭 我得坚持住 不能睁开眼睛 不行了 我忍不住了 我要吃好吃的 大宝睁开了眼睛 比赛失败 不管了 热宝炸鸡 我来了 怎么什么都没有了 我明明闻到了味道 大宝 因为那些都是我用魔法变出来的 好喝啊 老师你也太过分了 竟然是假的 幸好我们要睁开眼睛 现在就剩下白雪和熊妹了 白雪最喜欢学习了 嘿嘿 我有办法了 变 哈哈 看我的 一加一等一三 不是 一加一等于五 一加一才不等于五 应该等于三 不是的 明明就是等于五 我说等于三 就等于三 什么 黑暗魔王 今天说一加一等于三 一加一应该等于二啊 绝对是等于三 你得听我的 不是的 黑暗魔王小魔女 一加一等于二 不等于三 也不等于五 白雪比赛失败 黑暗魔王小魔女呢 怎么不见了 嘿嘿 白雪 没有黑暗魔王和小魔女 这是我播放的录音 怎么会这样啊 我宣布 熊妹是这次睡觉比赛的冠军 熊妹 熊妹醒醒 你赢了 熊妹 老师教你呢 熊妹 你赢了 可以睁开眼睛了 奇怪 熊妹怎么没反应啊 熊妹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我们快去找精灵剑子来看看吧 啊 睡得好舒服啊 啊 大家怎么都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熊妹 你怎么醒过来了 啊 因为我睡醒了 什么 我们教你你一直不醒 我们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就去找精灵仙子了 啊 不是的吧 姐姐 我这是大困了 原来是这样 熊妹 你没事就好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